记者邱昊棠台南报道,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最后倒数,各家参选人加紧脚步争取支持,其中在这场选举里被攻击的立委黄伟哲,今日针对周刊爆料作出回应,强调该案已进入司法程序,也请部分党内同志别称为帮凶同事操割。 对于助理涉嫌诈欺一案,黄伟哲表示,他会将该案是由主动送交党中央说明,行政清廉一直是他从政的标准,更不可能有炒地皮、包工程等不肖行为。 曾毕珠也已经对叶企忠提告,为了让曾能专心处理司法问题,目前暂停其职务,也请部分党内同志发挥理性面,不要成为叶企忠的帮凶。 同志操割竞选团队也会搜集网络上的不实攻击和抹黑市政,向初选督导小组提出检举,承包台湾大创百货采购业务的一丰富公司总经理,叶企忠,上月底对黄伟哲及其国会办公室主任曾毕珠, 估计发律师信指控曾与以国会助理身份索取近三千万元,办理出口包养品到中国籍公关等费用,但是最后却拿到位正邪本无归,因而已涉嫌诈欺,卫造文书控告曾荒两人。 不过,曾毕珠事后反控业企中献他上千万财协院报复,双方各说各话,等待司法系统厘清调查。